亲爱的朋友们,又到了静世讲故事的环节,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分享重读晚清六十年第二章儿子很浑蛋 三,有其母必有其子 慈禧一辈子刚愎自用,我行我素,由不得别人说他半个不子 各种原因除了权力因素外,还有很大的个人因素,也就是个性与品性 而同志很不幸的继承了他娘的毛病 同志十二年正月二十六,一八七三年二月二十三日 十八岁的同志弟在太和殿举行了亲政大典,开始亲政 对比十四岁亲政的孙志和康熙,同志这亲政的也够晚了 没办法,一是娘舍不得放权,二是同志不争气 同志亲政之后,天朝历史上发生了一件意义深远的事情 可以说从1792年马格尔尼史华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 再到1860年前锋可血而死 外国公使以国际通行的鞠躬礼亲建中国皇帝 亲帝国书一直在天朝通不过 太后垂帘时,还好意思跟人推说 女人家家的没脸见野男人 现在同志亲政了,找不出借口了 在外国公使一再强烈要求下 同志十二年六月初五 1873年六月二十九日 日本大使以左一礼,西方各国公使以鞠躬礼 在紫光阁觐见了同志 事后,不管是外国报纸还是各国公使 都把这当成了外交上的一大胜利 经过一个世纪的摩擦 外国终于与清国平起平坐了 但是事隔不久,他们又大呼上当 英国公使率先提出 紫光阁乃清廷接见宴席 藩属国君主或使臣之地 大家一听群集 卖瓜的,又让大清玩了我们一把 这还不算 清国方面的记载才叫一言呢 经报在 英国公使新宋国书 约二三语,五体战力 帝约,尔大皇帝建康 因公使不能达 皇帝又约,如等屡欲夜震 其意安在,其诉直臣 人不能达 各公使,皆次地捧成国书 有国书失守落地者 有皇帝问儿不能达者 出殿后,恐惧之余 双族不能动 极致休息寓 汗流加倍 以致总蜀赐宴 皆不能辅 其后 公亲王与各位公使约 无曾与尔等 夜见皇帝 非可以尔系视之 尔等不信 经过如何 无中国人 岂尔外国人 之轻弱机遇 之后识人评不清 又把这番情景 夸张了一番 说什么外国公使 吓得连话都说不出 布都卖不得 经公亲王当众嘲笑 草鸡毛 经夜之下街 不能动布 坐地汗船 同志地到底是个啥东西 不就是个 语不成句 智不够数的皇家小嫖客 外国公使 至于吓成这样吗 需要清方拎小筋似的 拎出来吗 中国皇帝 有这种神功 还让军队打什么仗 自己往阵前一站 外国军队 不就自动崩溃了吗 中国皇帝 周游世界一周 地球 就多数是毁灭了 被接见 在我们的语境里 是一种屈辱 但 语言 稍微一搏弄 就颠倒乾坤 变成大灭洋鬼子 威风 大掌我中华志气的 励志尽头了 不服 还真不行 如果说公使 禁建 乃同志亲政之后的 外事风波的话 那么同志亲政后 还闹了一场内事风波 这风波动静更大 视为修复圆明园之争 同志十二年九月二十八 1873年十一月十九日 同志弟发布善誉 决定重修圆明园 欲止一出 陈辽大华 众所周知 圆明园 爱新觉罗家的皇家园林 素有万元之元的美称 他是在明代园林的基础上 经历了康熙 雍正 乾隆 嘉庆 道光和咸丰等朝 一百五十多年 不断的增修扩建而成的 问题是英法联军进中国 为了惩罚咸丰的失信 把他火烧了 现在要重修他 可不是个小工程 需要花花的白银 现在说不准 同志是孝顺他娘呢 还是希望把他娘 踢到园子里 让他游山玩水 乐不思政 以减少他对朝政的干预 或者是为了自己享受 或者是兼而有之 总之 他拿定主意 要重修圆明园了 国库没钱 同志也不怕 他别出心裁 希望羊毛出在驴身上 让官员们捐款 驴们当然也不傻 自然捐不出多少钱来 一心捐了两万两 算是带了个头 内务府郎中贵宝紧随其后 捐了一点五万两 汉族官员们好像不知道这个事儿子的 没几个人响应 满族官员捐的也不踊跃 至同志十三年 一八七四年 各地官员的捐款加到一起 才三十万两左右 不过皇家盖几平米的 于是同志又指令户部拨银 朝廷震动 于是沈淮上奏 请求缓修 说 别说咱们没钱了 就是有钱 现在也不能修 国是金南 仇人在国 修什么缘子嘛 同志把他叫过来 当面斥责了一顿 俺孝顺俺娘呢 你咋好意思拦着呢 御史由百川再上奏主见 同志无心跟他废话了 干脆将其革职 这我行我素的作风 一点不比他娘差 吓得其他御史都闭上了鸟嘴 元明园重修工程 于同志十三年年初开工 首先开工的是正大光明殿 原慈禧住处 建帝一家村等处 大臣们发现 这工程一开工 同志皇帝就撒上花了 他每个月都要到工地视察 虽然视察不过是装模作样 有名无实 但是就这视察也让臣辽看不惯 皇帝这是借机外出游玩吗 游玩不说还时常夜不归宿 这还了得 身居后宫的慈禧并不知情 大臣们干着急没办法 向他娘告状吧 还不能说得太直白 说得隐晦点吧 他娘又不在意 向皇帝面见吧 这皇帝资质低 品性更低 别说听不明白 就是听明白了 也置入网门 大臣们干着急没办法的档口 借口终于来了 李光钊案发生 李光钊 广州籍木材商人 与内府官员们熟识 由此被任命为原明园工程监督 前往各省采办木职 但这家伙心忒黑 购资英法商人的木材 原一定价为洋银 五万四千余元 而李光钊 在向内务府承报费用时 却谎称值白银三十万两之多 事发后 李光钊又面求美灵石 代满价格 人家外国人 哪心玩这个呀 可以说 至少从大清朝开始 人家洋人就替咱们反胜腐败了 不好意思啊 这里举一例 中国海关第一任总税务司 乃英国人李泰国 当时 中国的上海道台 屡次想拉他下水 比如两条商船 一起到达口岸时 上海道台就建议李泰国 咱们一人一条船私吞其关税 李泰国当然不干 气死中方的官员了 以后 另一个英国人 赫德代替了李泰国 更是在整个中国官雅体系中 建立了一个唯一的青莲机关 咱们当代史学家 有些人特别喜欢骂赫德 借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的名义 骂得脸红脖子粗 我都怀疑 他们是上海道台的后代 或者是亲友团 正话少说 言归本传 李光钊案传出后 大臣们可逮着借口了 纷纷上奏 要求立即停止 修复圆明园工程 同志13年7月16 1874年8月27日 一心一选等十大臣连贤递者 从八辈子祖宗 大江山一个胜利 走向下一个胜利 开始说起 一直说到近年来洋务运动 带来的胜利成果 他们认为大江山不易 守江山更难 修圆明园扰民 更不是时候 为此他们向皇帝提出六条建议 为签命尊祖志 慎严栋 拿建章 秦学问 众库款 折子递上之后 一怕侄儿根本不看奏折 二怕侄儿看也看不懂 一心随后请求皇上召见 皇上拒不召见 一心再请 实在躲不顾了 三天后 同志接见了他们 一心人等 赵建石 一心发现 宙泽果然没有拆封 便要求侄儿当场阅读 一是读不懂 二是没有那耐心 所以侄儿读了书行 便赌气 对叔父说 我停工不就得了 你们还绕什么蛇 叔叔说 除了听修圆明圆一事 还有好多事呢 龙臣当场给你送读一下 当年父皇则定接班人的时候 老六因缺少影帝潜质 不会哭鼻子而痛失皇位 如今在侄儿面前 更是发挥了最佳变手风采 黄河之水天上来 奔流到海 不复回 说话都不甚清楚的 侄儿对滔滔不绝的叔叔 烦死了 我这位置 让给你如何 一句话 堵得他叔叔 差点淹死 水龙头 一下子被拧上 再也没有 至嘴的余地 一心的铁杆伙计 军机大臣文祥 伏地痛哭 几斤气血 被人扶了下去 剩下的扫尾工作 由纯亲王一玄来完成 同志的这个七叔 见姨父 边哭边剑 一不小心 就说出了同志 出去野游的事 同志 先是不承认 后是 无话可说 就 岔开话题 搬出了吞娘 朱臣所言 各条 镇院接纳 为 员工一事 不能马上停止 为讨太后 欢心而休 故 不能 擅自 做主 容赞 转奏 太后之后 再行决定 大家一听 你无话可说了 谁都知道 重修 圆明园 却是老太后的心愿 老太后 都亲自参与 设计工程图样 同志 重修圆明园 又打着 孝顺老娘的旗号 更何况 这个自身寡妇 谁都惹不起呢 于是 君臣会 不了了之 同志 依然 大模大样的 去工地 进行考察 与民工们 亲切见面 考察之余 依然 与民技们 切脱技艺 友好往来 这个时候 帝师 李鸿早 同志 出场了 他 上折 两宫太后 说 修缘一事 积聚 众愿 只会 伤及国企 诸师 将越来越难办 不如 急早 停工 以安 亲下 民心 这是关于 情职 修缘 仪式 两宫太后 收到的 唯一一份奏折 慈禧太后 没有表示 他在静观 事态发展 七月二十七 九月七日 同志 召见军机 一级 李光钊 按处置 事项 之后 同志 单独 召见 一心 询问 出宫 也由一事 到底是谁说的 一心 以臣子 宰城 作答 同志 听了很不高兴 宰城 这不是泄露 国家机密吗 如此不忠 叫阵被动 七月二十九 九月九日 同志 召见 王公 大臣等 商议 修缘一事 一看 秦宫已是大势所趋 不停不行 所以 他问王公大臣 待 十年或 二十年后 四海平定 库相充裕 元公是否可以再开 大臣们 赶紧叩头如捣算 托皇上的福 真那样的话 一定修 但同志并不想完全退步 他有条件 圆明园工程可以暂停 但西院的北中南 丧海要修 大臣们同意了 退出大殿去吃午饭 军机大臣们 则回到军机处拟址 然而预稿呈上之后 同志并未马上批打 而是发给大家一道 事先写好的诸遇 进阁公亲王 所今军机大臣 即一切差使 由亲王 降为不入八分府国公 叫宗人府延义 前面讲过 不入八分国公 属于宗室十二等 爵位中的 第八等 十二等中 前六等可称为 入八分公 后六等统称 不入八分公 所谓的八分 乃贵族特权的标志 其一 努尔哈赤 建立八旗制度时 八位 何数贝勒 共事议政 八贝勒 各制官署 凡朝会 验详 赏赐 必君籍 视为八分 这种身份 及待遇 之后逐渐固定下来 成为贵族等级的象征 其二 入八分的公爵 可以与 诸王 贝勒 贝子 一起分左右 列班 上朝一室 而不入八分者 只能随其行走 入八分 都在京城当差 不入八分 不必载金 其三 入八分 也是八种标志 用以彰显 其尊贵身份 这八种标志是 珠轮 红车轮 紫浆 城马用的 紫色浆绳 宝石鼎 一品大猿 用珊瑚鼎 宝石 在珊瑚之上 双眼花铃 牛角灯 茶搭子 盛热水的壶 马座路 和门钉 府门上的 铜钉等 侄儿就这样 将叔叔一心 由第一等 一下子 降至了 第八等 连入八分的 待遇都没了 想修杀他书呢 可见 这儿子 跟他娘 一个德行 谁让 我不高兴 我就让他 一辈子 不高兴 文祥等人 拒不奉旨 并请求皇帝 召见 同志 一概拒绝 但是第二天 七月三十 九月十日 同志 下发一份 更改的诸遇 称 自亲政以来 公亲王 每逢 召对时 言语之间 诸多诗仪 主 家恩 改为 隔去 亲王 世袭 往替 将为 郡王 乃在 君基 大臣上 行走 并 宰成 隔去 贝勒 郡王 贤 以示 惩静 看来 除了 对 叔父 动手 他对宰成 这位出卖 同志的 嫖友 也动了手 八月初一 九月十一日 同志 又以 彭比 为奸 谋为 不轨的 罪名 拟了一道 圣域 隔去 公王 敦王 淳王 伯言 纳 模糊 景涛 义匡 文祥 宝君 沈贵芬 李鸿枣 等十位 众臣的 职务 十位 众臣 众到什么 程度呢 前三个 是 道光 三个儿子 三王 自不代言 四五六 是三位 御前大臣 其中 伯言 纳摩户 是 森格林沁之子 景涛 是 道光帝的 驸马爷 咸丰帝的 姐夫 七八九 是三位 军机大臣 最后一个 是帝师 同志皇帝 这么 胡乱 打黑 隐藏幕后的 慈禧 不亲自 出面 不行了 得维稳 呢 于是 两个寡娘 跑到了 洪德殿 进行 现场 调解 据 《侮辱伦日》 记载 同志皇帝 在下面 跪着听讯 两个寡娘 在上面 哭着鼻子 一苦思甜 吃水 不忘 挖井人 六叔的恩情 比海胜 十年以来 没有六叔 就没有我们 今天的幸福生活 一苦思甜的结果是 隔十大臣 直的上誉 流中不发 十大臣 官位照旧 处分撤销 重修圆明园 依然是重点 修弃 西苑三海 这些事情表明 同志 只字不够 徒有探阳的 劣质品性 却没有他娘的 政治 智慧 这个混蛋儿子 既像他娘 又不像他娘 那么 他们两个的 现实关系 又是怎样呢 我们 下回分解 谢谢 大家 多谢